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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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跟大家讲一下你的选区是在哪里 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哇 我是新北市第十二选区 那我的选区非常大 是在哪里 包含了大家可能最知道的系纸 然后金山万里 还有瑞芳 平溪 双溪 贡辽 这七个区非常大 我从北到南这样开大概要到两个小时 这个选区就是浮原广大 你去金山跑一次去万里跑一次 根本其他区你就跑不到了 而且在短短的新人 27岁的新人出来 当然就是在组织上面会非常辛苦 但是我们对品渝的认知就是 探花学运的时候 当时被称为女战神 来讲一下 你这次选举是可能是最年轻的候选人 你觉得年轻这个特色 有没有帮你带来优势 或者可能会不会有选民怀疑你很贵少年 这蛮有趣的 我觉得年轻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双面刃 那我先讲比较可能给我的包袱 我其实在地在跑 因为我最近在地的行程非常多 那其实大家看到我第一句话 通常都是好年轻哦 然后就会问我年纪嘛 那这个当然是据实一答 我就会说我今年27岁 那也常会有相亲 就是说觉得说你这么年轻 你有办法做立法委员这个工作吗 但是其实我的经验是都还好 我都会跟他们沟通说 过去几年我其实在国会工作 而且我是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就被林昌佐委员找到他的办公室当法案助理 所以其实我会跟他们讲 其实比起很多其他对手 他们就算过去有经验 那也是非常多年前的事情 他现在你马上让他进立法院 他不一定能够很轻松的上手 但是像我我一直在立法院工作 反而是很快的可以去衔接 这是第一个 那我觉得正面的点是 之前我在参选之前 大家一直都说年轻会很有优势 然后我那个时候反而都一直觉得 年轻有什么了不起吗 但后来跑了之后发现 年轻真的有差 那差在哪里 就是譬如说我的行程 现在都是非常的紧密 然后很严格 那种类似于像我的助理 就会开玩笑说你现在就像在当饼 就是那种很密集军训式的去跑 那老实说啦 如果不是我现在只有27岁的话 我觉得再大个十年 二十年其实跑不动 老实说 因为征招时间实在是有点晚 现在距离选举只剩几天 只剩七十七十几天 那当然是你的选区范围很大 如果兼顾陆军的话 来谈谈你今天的行程好了 通常是早上四五点就已经在公园了 然后接着 对啊然后接着通常 因为我早上一般开始都是站路口 如果是六日的话 因为那个大家不会那么早出门 所以我六日一早的话 通常都是去送游览车 送车 对就是送 然后就一个地方送到一个地方 一次可能送个三次四次批 然后一次就几十两那样子 那再来最常会有的就是扫市场 就是我们就会排每一个市场就一直扫一直扫 其实有的市场已经去到 一走过去那个摊商都非常熟悉 然后就说啊你又来了那样子 对认真的美女赖品玉 她其实从政经验这样看起来有十年了啦 对不对接近十年嘛 哦没有 从大学 应该说是从政经验要怎么算 就从接触政治开始啊 哇那当然是超过 因为我很早就开始参与社会运动 是在高中毕业前就开始参与社会运动 对 对所以其实如果一这样算的话超过了 品云的妈妈是我们媒体人 当时在东盛当过我的主管 她是非常优秀的很放 你就从我看是放纵尊重你们的妈妈 但是品云真的是年轻新世代里面 很愿意认真经营那么在公众事务里面 那所以虽然征兆时间比较晚 但对这个选区熟悉吗 觉得这个选区对立法委员的期待是什么 最需要改变的是哪些地方呢 哇这是好几个问题 接二连三的过来 那我先回答对选区的熟悉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新北长大的小孩 你去看我从小到大的旧学那个诡计 其实全部都是在新北市 然后我是后来一直到在国会工作的时候 才搬到台北来 那加上其实像戏指瑞芳那边 我本来就很常去 因为很多种种的原因啦 就是包含我自己很喜欢 然后可能我过去做一些创作的时候 也常常过去 那总之我其实一直都对 我的选区本身就蛮熟悉的 那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会选举 就是单纯的喜欢而已 所以其实后来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那个当地四乡镇的议员 林一齐议员的主任陪我扫街的时候 是 我一出那个瑞芳火车站 我就讲说我感觉真的好奇怪 因为这边我很熟悉我很常来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 会以候选人的身份 然后在这里就是扫街 以候选人身份 重新回到熟悉的土地上面 汗水滴在这个土地上 而心理感受当然会更深啦 那所以民进党这一次提名 是让很多年轻人新世代加入 那可以请教品瑜 你最后加印接受征召的理由是什么 那家人是不是都有曾经反对或赞成过呢 那让27岁的女儿参加立委选举 事实上是非常残酷的一场试炼 那所以同意接受征召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就前面有讲过说 其实选区我本身就还蛮熟悉的 那我也一直很关注这区的选战 那我觉得这一席很艰困 但却不是没有机会 那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我一直希望这区能够有人 一个反国民党的人可以好好的去应战 那状况是这样子 其实就我所知 党中央对于这区的人选是非常头痛 那他们原来是征询现任的委员 黄国昌委员的意见 那后来一直 黄委员交棒 对就是一直 他们一直确定等到黄委员本人不参选之后 评估是觉得说 因为即使他交棒 这个票选票 其实没有办法直接的去转移到 另一个人身上 那党中央才决定自提人选 那他们其实是掀开条件再找人 他们先评估了主要对手黎永平的条件之后 觉得必须要找一个年轻的素人 但是必须是女性有知名度 然后整个风格跟他完全的不一样 要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那其实他们是掀开出了这些条件 才一个一个筛选之后找上我 这是我所知道的部分 那我自己会答应的原因是因为 就像我讲的 我一直都很关注这一区的选战 那而且不止这一区 其实我觉得2020是很关键的一战 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像国民党的党主席 或是说中文候选人 他们依然都不松口 依然要支持九二公司 然后要支持和平协议 那过去的半年来 我们其实也看到所谓的一国两制是怎么回事 香港的状况 已经很值得我们接近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毕竟国民党也是 目前台湾的台面上的主流政党 那他的候选人跟党主席一直不愿意松口 这其实很危险 那所以我觉得2020的选战 某种程度上就是决定了 我们台湾对于中国的态度 对于整个国际的关系 到底之后要往哪里走 所以我觉得2020是很关键的一战 除了总统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国会 国会一定要过半才有办法做事 而且他们过去曾经扬言说 这四年来总统的改革 只要国民党过半之后 他们就要全部收回来 这是我所不乐见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选区我也一直都很熟悉 很喜欢 然后也常来 因为我觉得我对这里也有一份我自己的情感 然后我也很希望说有机会的话 我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改变跟更多的建设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从选制改变以来到现在目前有三届立委 那两届是李庆华 他其实后来被判刑之后人就不见了 然后再来就是黄国昌委员 当然他们两位委员的状况跟风格不一样 但是他们其实在地方上都会有一个类似的评论是说 对于选区的经营比较不足 疏离感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 在我选战里面也变成一个包袱 因为很多人也会问说 可能因为我跟国昌委员都是比较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他们都会怕我也不愿意 选上的时候不愿意对选区负责 会这样吗 我会一直被挑战这个东西老实说我觉得 所以你要不要在我们节目下个承诺 这是当然因为我就是这里的小孩 那我一定就是要经营这里 我也都会跟选民说我现在跟你讲的保证 我选后就是一定会做到 没有要落跑 没有看不见人这件事情不可能 对 尤其年轻27岁的赖品鱼太阳花女战神 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 把鄉亲戏子哪里金山 戏子金山万里瑞芳 平息双息共聊 听到没有 我们的美女女战神 在这里给你保证 就是她一定会在地好好耕耘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给不一样的一个世代参政 让立法院可以改变 也让我们的台湾可以守住我们的主权 等一下 我们选择一下 我要再问她 就是她在脸书上很关注香港反送中 那么过去也是在太阳花运动里面冲第一线 她怎么看中国因素在这场选举里面的角色呢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 进节公告 继续回来 播出 播出 年报王 北部 中部 云佳 花连 连线播出 播出 年报王 是我们的电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政权没有很稳固的状况下 他需要做的就是说他要不断的制造新的议题 转移自己国内的注意力 那包含我认为所谓的威吾尔突破 或是到后来香港的问题 其实都是他们自己内政很不稳固 所以造成这么多的争议 那除了这个以外 当然台湾也会首当其中 因为台湾就是中国的邻居 然后一直以来也在反统战 那这是一个点 然后再来就是呢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2009年的时候 中共其实有拉出一个计划 叫做大外宣计划 那这个计划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的说 就是要对着全世界统战 因为他认为所谓的可能西方的媒体 主流媒体 对我们中国很不友善 所以我们要拉出自己的媒体 自己的宣传计划 然后目标是对着全世界 那其实我觉得近几年 那个中国统战很严峻的状况 也包含着这个计划已经维持了十年 那近几年开始有所成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其实不止台湾 很多的国家对这件事情也都有警觉 包含着可能澳洲或是很多的欧洲国家 他们近几年发现说 怎么突然发 过去可能中国进来 我们境内成立了孔子学院 然后说是只是要教导中文啊 中国文化 结果没有想到说 那个所谓的孔子学院 居然一个一个变成他们的统战部门 所以后来他们也猜测 然后并且立法去限制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所以我们看中国问题 应该是要全世界一起来看 那台湾当然也是首当其冲的地方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硬起来 然后必须要向这些国家借进 可能澳洲美国 或是说欧洲国家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蛮重要的法案 就是所谓的代理人法 前阵子其实也吵得沸沸扬扬 这个东西我希望的是说 最好当然就是这个会期就通过 但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我也向各位允诺的是说 作为抗统战的一份子 我进了国会一定也是会优先要处理这个法规 是哇真的很高兴听到新世代的赖品渝 27岁挑战新北市第12选区的品渝 就首先做出了他的政治承诺 那我自己看到你在太阳花运动里面是冲第一线 那回首太阳花运动对于你的人生影响也很大嘛 那到目前为止我也知道你针对网路上面也有很多动作 所以这场选战的重点是在网路的空战或者是组织的路战呢 应该说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空战跟路战并不是二元对立的 他们所会触及的选民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会变成说空战我也要路战我也要 我们必须要同时双管齐下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的支持 那其实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民进党为什么征召我的原因之一 因为就很直接的说就是我们这个选区最大的 最多选民的地方其实是细子区 那细子区目前是说有30万人 然后有选举权的人数是20万人 那他其实基本上已经大概占了我的选区八成的选民 那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细子区的蓝绿结构的部分 其实细子区一直以来都是蓝大于绿 那大概就是六四笔 因为他除了老细子人以外 他有很多新的著名是在细子解决了淹水的问题之后 从台北市移居过去的 那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他的人口结构就有点像台北市的人口结构 那所以这个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如果我们只靠传统的路站的话 其实学不上 你就算基本盘全部吹出来 你还是吹不过别人 但是呢 但是因为也有因为细子区跟其他区也会有很多新的年轻的选民 那年轻的选民党 党这边是认为说我在年轻人里面的知名度可能是比较够的 是非常高啊 太阳化世代几乎没有人不认得你 网路上流传你好多很辣的照片 所以这个部分网路跟年轻人的世代选票你都有信心可以拿到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比较大的优势跟对手比起来最大的优势 就是说我可能在年轻人里面是比较有知名度的那也比较受到青睐 而且是跨政党支持的 对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不只要拿到泛率的票 连中间选票都要甚至连前蓝的票我们都要 而且加上还有一个算是这不是我的优点 但是因为整个时局啦 就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大家都很不喜欢 其实像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我也有很多泛蓝的朋友 他们都说韩国瑜真的投不下去 那可能连带的就会影响立委的投票率 对那这次选举大家都期待母鸡带小鸡 所以你最近有和小英总统有什么合作的行程吗 目前是这样子 就是我还有蛮多公开的行程跟小英总统是一起的 那合作的部分的话之后一定是也会有 其实前阵子卓龙泰主席就已经有来陪我一起扫中正市场 其实当地的反应也还不错 那当然小英总统他目前在民调是稳定的领先的状况下 他当然也会是一个很强的母鸡 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是觉得啦 就是秘密武器就是后期再出来 前面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也不可以就是自己民调都没有冲高 然后就只希望母鸡来帮我们挟带绅士 我觉得这个是原木求鱼 一定是我们自己要很拼很冲 然后先整个民调做高之后再找小英总统一起来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差不多选举也到了 所以一下就过了 所以迥异于大家传统的想法 以为年轻人没有想法 以为年轻人不打陆战 以为年轻人没有组织票 No 那比如他是从高中毕业就开始在这一区跑 那当然他的爸爸也是这一区的立委 之前前立委 是 对 那所有的基层接班 甚至包括黄国昌那边的朋友 也都已经被动员到你这边了 所以这一场虽然征召起步时间比较晚 但是从投入选举到现在 是用年轻人是用他的体力和每天战事式的行程 来弥补起步时间比较晚的问题 是 对 那所以空站跟陆站 几乎双城你都有相当时间的把握 那现在欠的是什么 选举经费 年轻人出来 对 我觉得资源上面啦 资源可能也不一定是钱 但是就是我们有蛮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对啊 你要在这么大的选区里面立看板 现在有多少的看板 现在大概是二三十二十块 二十块 实在不够 对老实说 你的对手早就已经在募款 也早就已经立了看板了 是 对那当然在组织部分也需要各个乡镇 你做他的咖做他的手 替他船团 不然年轻人啊 现在开始走 每天早上早上早上晚上 别睡也走不了 所以就是年轻人 太阳花女战神赖品瑜 今天谢谢你 二十七岁的她 投入了这场选举 所以对于陆战空战 都已经双晚齐下 对于选举 那老实说 你也是看多了 也是 也知道怎么打了 那最后要问你 你的信心有几成 一定能够打一次场选战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是很艰困的选区 而且我其实是民进党 最后一个敲定的候选人 但是这个选区 他艰困 却是有机会的选区 那我也都 其实我也常被问到说 因为我们当地的民进党支持者 都会说 你怎么这么玩来 你早一点的话更稳 你怎么这么玩 那我 当然因为前面也解释过 他是有很多的原因 要等国昌委员 他决定接班了 情势才变化稳定了 对 但是我都回答说 没关系 我比较晚 但是我很年轻 我跑得快 我很会冲 我们冲过去 一起过去 就当选了 是 谢谢二十七岁的品瑜 来到节目现场 太阳花女战神 一起加油吧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先好滚姐 进节公告 继续等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